大家听到这个战机飞过的声音非常非常的明显 而这边还有炮机声 炮声隆隆 面部改色 大陆央视记者陈慧慧挺进加萨地带 面对枪跑声不断 她与素人相当平稳 让她赢得一票网友的肯定 直呼这位女战地记者好勇敢 超冷静 她的父母更是看了电视 见到女儿穿防弹衣 戴钢盔 这才知道原来女儿是战地记者 人在加萨 陈慧慧是央视第一批挺进加萨的记者 截至5号已待了29天 她曾去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 有战地报道经验 燃烧的记者魂加上使命感 让她自告奋勇前往加萨 而一名国际医疗组织的日本职员 回忆在加萨走廊避难时 大量民众涌入避难所 场景看了让她心都碎了 她眼眶泛类回忆撤离时的一切 联合国官员则表示 加萨人一天仅两张面柄冲击 饮水更缺 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攻击 已造成超过9200人死亡 大约48%是儿童和妇女 短短25天的平民死伤人数 已超过俄乌占19个月来累计的数字 尽管如此美方人预期以巴交战 未来几天将进入新阶段 以均将减少空袭规模 重点转向更具战术性的地面行动 记者最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